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喝甜甜的毒药那种高兴 美味啊 给你喝一口 喝完就都完了 一定要辨识这是什么 不能说我感觉好 这就好了 所以说我们平常反复的习气 因为你养成习惯 顺着你习气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很高兴觉得比较舒服 其实是高兴的喝甜甜毒药的那种舒服 那种高兴 喝下去就完了 所以呢 一定要辨识这是什么 不能说我感觉好 这就好了 所以于生结句中四人以上的生物 自己没有或开许而受用 就是饭戒 还有一个大疗的东西 小孩刚到寺院里来要注意 过了饭时就不要去大疗绕了 大疗的东西都是属于生结 万一没有经过开许 自己去拿了就麻烦了 因为我们这边还在讨论 这个盗取生物信材 这个部分的内容 所以四人以上的生物 因为之前有讲过 圣义生 正得空性的圣者 他们本身一味就可以成为生宝 凡复生要四位以上 那会形成生宝 那四人以上的这个生物 自己没有获得开许就去受用 那对有受戒的人来讲就是饭戒 就算你没受戒 这也是一个很重的盗生物的恶业 这很不容易颤 因为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盗生物你要真的把这个罪颤干净的话 你要把你盗的生物要完全物归原主 问题是这个四人以上的生物 我们叫十方生物 十方世界所有四人以上的生都共同拥有它 那你怎么还 十方世界所有四人以上的生宝 你怎么还呢 你没办法这样还 这是一个很重的业 那所以呢 曾荣老师就提醒 像大寮里的东西 生团厨房里的东西 小孩子刚刚到寺院 你来要注意 过了吃饭的时间 你就不要跑去大寮 因为大寮里面的东西都是可以吃的 但是都是属于生且的 万一自己没有经过开许 自己就拿了就很麻烦了 所以呢 曾荣老师就说 重复佛智大师那个教诫 我们对境是很严峻的 所以佛智大师尊尊教诲我们 一定要慎重 这是非常容易犯的 就根据我们在家里的习记 是非常容易这样犯的 好 就是说 你要很慎重很小心 这个 因为所对的境界非常的严峻 严峻的意思就是说 你面对他的时候你容易轻忽 但是实际上万一做错的话 那个果报又会很大 所以佛智大师就会尊尊教诲我们 说一定要很慎重 这很容易犯 好 所以之前我也提醒过大家 比如说你去 你去寺院啊 你去生团啊 那生团会招待义工啊 招待参加法会 大家吃 在灾堂里 尤其是在灾堂里吃东西的时候 因为 现场发给你的 一个一个的还好 就是现场发给你的 一个一个 如果说是在灾堂里面用餐的时候 这个就特别明显 你用完餐没吃完东西 不要自己顺手就带走了 除非他有宣布说你可以带走 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比较好 养成这个习惯比较好 那当然我们法会里面 每个人发一袋 你午餐吃 你吃完还在那个袋子里 那个你可以拿走 没关系 因为那个整袋 确定就是给你的 你不要担心 可是你在灾堂里 人家碗筷啊 饭菜摆得好好的 又摆一些点心啊 你吃吃没吃完的 这个要 通常都是要还回大了 一般的做法是这样 因为我们平常 深重在在场吃饭 就是这样嘛 我们没吃完的 我们会还回大了 我们不会自己 再拿回房间吃 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这个有这个差别 这个就要注意 所以说这个习惯很容易犯 根据我们在家里的习惯 是非常容易犯的 就前面讲的三宝 这些信师供养三宝的财物 自己直接去夺取 或者是间接叫别人夺取 或者看到别人夺取 而生随喜 这一切的罪业 都是我这里要掺的罪 好 那 真正好说 这条也是 若自夺取 或间接令他夺取 或见他夺取 而生随喜一切罪业 都是此处 所应忏悔的罪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都想一想 把过去生到现在的罪 在心里想一想 我就是要掺这个 把这个罪要认识清楚 要掺什么 就刚才我说的 夺取 塔庙 信财 生财 十方 生物 自己做 教他做 见做 随喜 这个都是要掺的罪 所以真正好说 把过去生到现在的罪 心里都要想一想 我就是要掺这个 可能这一生就疏乎有犯 要掺 然后呢 就算这一生没犯 那你过去生这个概念 就很清楚吗 如果过去生概念不清楚 是不是很有可能 随着自己的习气又犯呢 是很有可能 所以把过去生到现在的罪 在心里都要想一想 把这个罪要认清楚 要掺什么呢 就是刚刚说的 夺取塔庙 信财 生财 死方生物 自己做 教他做 见做随喜的 都要掺 然后后面这位老师说 一般掺罪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忽略 见做随喜 绝对会忽略的 绝对会忽略的 见做随喜 其实你会忽略 所以随喜功德一样大 随喜罪业 过失 过患也是一样大 我们不会特别强调 要掺 见他做随喜 这是我们会疏忽的部分 但实际上 有的时候 见他做随喜 夺的果报 是跟自己亲自做差不多 所以我们对此 千万要慎重 慎重 所以这个 若制作若教他做 见做随喜 其实呢 这个用佛法仔细讲 你可能看小朋友 会比较清楚 小朋友会比较清楚 因为师父以前有讲过 他小时候调皮的公案 小时候说 这个学校的围墙 本来是不可以翻墙跑出去 但是呢 那小朋友 刚进学校的时候 小朋友没概念 然后师父说 有一次 小朋友一起玩 突然有一个小朋友 翻墙跳出去了 其他小朋友看到 跟着你都一起翻墙跳出去 后来结果都被去 拿主任处罚 那 为什么 就好像 你看看人家这样做 你就觉得可以做了 然后那个时候 你会忘记说 这个事情到底是可以做 还是 不能做的 其实你看到人家这样做 你就觉得 好像可以做 或者是心里满高兴 这个就已经开始有 那个什么 建座随喜在里面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建座随喜 很容易犯呢 就是我刚刚讲 你看人家做 你好像就觉得可以做 你就不由自主 跟着做 或者跟着高兴了 为什么人会有这种习性呢 副法里面 我们有一个比较深的解释 我们叫做 无观察室 无观察室 什么叫无观察室呢 平常我们都讲 大家念心经 不是念到 无言耳鼻舌生意 无舌生相畏处法 眼视耳视 鼻视舌是 身是意识 我们叫六识 对不对 六识所对的就是 舌生相畏处法 六成 那其实一般 对我们凡夫来讲 我们能够思维的 就是意识 意识源到法成的时候 是在思维 那其他我们的 眼视耳视 鼻视舌是 身是 是没办法思维的 还是你们谁觉得 你的眼睛可以思维 举手 所以那个眼视耳视 鼻视舌是 身是 这五识 我们常常叫无观察室 它不会观察思维 而且它不但 不会观察思维 很糟糕的是什么呢 眼耳鼻舌生 对到舌生相畏处的时候 就直接去直取 不思维观察 直接就想直取 这就是我们的习性 所以呢 而且呢 前五识 眼视耳视 鼻视舌是 身是 这五识 对心的影响 比第六个意识 对心的影响 大 大很多 所以比如说 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嘛 当你很想专注地 想一个事情的时候 还是你心里 可能你想背书啊 干嘛 你专注地 想要思考一个事情的时候呢 只要有人 在你的眼耳鼻舌生附近 弄一点色声相畏处 你是不是心就被拉跑了 对不对 平常说我要专注想 你不要干扰我 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 因为眼耳鼻舌生 对色声相畏处 马上就去直取的 这种不思维观察的力量 对心的影响力比较大 你想要用意识 专注去思考那个力量 对心的影响力比较小 所以一下就被拉跑 一下就被拉跑 这就是为什么说 有些事情 我们看到有人做好 你就莫名其妙跟着高兴 就莫名其妙跟着做 为什么 眼睛看到了吗 无观察室 没有思维观察 这到底能做不能做 可是那个 无观察室的特征又 特性又对心的影响力比较大 所以才会说 见坐随喜很容易犯 它的理由其实在这里 是什么心的影响力比较大 我们在这边 是一个心的影响力比较大 所以我会想起来 这种影响力比较大